康熙正在和周培公下棋 一个不留神 酷当时了 哎呦 你个狗奴才 像毛子吓得连连磕头 周培公的反应 那叫一个快 第一时间掏出手帕 在康熙还冒着热气的下身 擦了起来 给我带出去 停车二十 慢 念出内庭 到下院去当谁 下手如此之狠 康熙还不解气 他特意吩咐停账的时候 所有台阶都要去现场观刑 毛手毛脚的 现在这些狗奴才 是越来越放肆 带出去 你也去 一套动作下来 康熙示意周培公继续下棋 还用脚随意的剥了一下碎杯子 周培公都快吓尿了 天位如此难测 果然陪君如半虎 周培公也愣了半天 手中的棋子都要捏碎了 而康熙却突然大笑起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半君如半虎 对吧 为什么不敢 康熙没了继续博弈的性质 直接扔掉手中的棋子认输 一声声的惨叫 在宫中回荡 黄静在一旁见兮兮的分析 你们知道小毛子为什么爱打吗 床上为子云姑娘的事 恨他呢 他呀 完了 半夜 被打得满身是伤的小毛子 穿了一件大裤衩 在床上一个劲的叫唤 哎呀 疼死我了 哎呀 你们这些毛八蛋呢 叫我失踪了 头都不见了 喊着喊着 一个人悄悄地走了进来 冲他的小臀拧了一把 小毛子疼得一激烈 差点随口问候了笑装 皇上 别动 朕来给你上药 小毛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恩典 吓得不轻 不知道皇上的葫芦里 到底在卖什么特产 康熙紧接着 就是装逼二连 疼吗 你一定特别恨朕吧 小毛子的胸口 瞬间跑过一万头草泥马 嘴上却不敢有 丝毫怨言 皇上 路在当人当杂了 当着皇上 路在给罚 康熙随即支开旁人 开启了一个大胆的 无间道计划 小毛子 你没做错事 那碗茶是朕故意打翻的 那是打给他们看的 朕要重用你 所以 先让你受些皮肉之苦 小毛子一听 当时就开心坏了 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连跳楼都更有劲了 康熙紧接着 就给了他一道秘纸 朕怀疑 宫里有乱党的卧底 朕 要你做朕的眼线 发现任何迹象都不要声张 直接向着秘宝 从今往后 除了朕和太皇太后之外 你任何人都不可相信 任何人都可以怀疑 任何地方都可以探查 我已经通知了人事部 给你们全家改机入旗 落实北京户口 还安排了一套学区房 你的子孙后代将一事无忧 你的母亲大人 今年也将被评为 感动大清十大人物之一 但是你要想清楚 一旦你的身份暴露了 朕可救不了你 而且你也不要承认 是朕的密探 皇上交代的事情 哪有选择的权利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诱人的福利 见小毛子满口答应 康熙起身便要离开 自豪不提刚才说 要为他商要的事 康熙的无间道计划 正式启动 小毛子的表演 也正式开始 小毛子刚接到 康熙的卧底任务 就有两个内鬼上钩了 小毛子直接嚎得更厉害了 小毛子一听这话 那股子精灵精立马就上来了 两个策反的小太监 联盟给小毛子讲道理 主子和奴才也分好赖 好主子把你爱 坏主子把你踩 你们红我 怎么会呢 眼下有个主子 手里握着大半个天下 如果有人愿意效忠他 什么样的功名富贵 他都能给你 谁啊 三郎相会相主 养起龙 小毛子眼珠咕噜一转 假装不乐意 我听皇上说过 他是个跑进狐的 狐独 他可是宁皇三太子 朱慈炯 山堂 不多时 小毛子就被装在布袋里 扛到了三太子面前 奴才 流毛头 待见地下也 三太子换了一身 唐僧的行头 微风凛凛的质问小毛子 你为啥被康熙独打一顿 演出了功 你是不是康熙派来的救兵 小毛子实话实说 把自己透露康熙逛窑子 被主子记恨 然后公报私仇的事 从头到尾说了 三太子一听 情况全部属实 跟黄敬汇报的一毛一样 便口吐莲花 当场侧封小毛子 我封你为 吏部三品侍郎 大明皇帝钦差密使 我要你 必须再回到宫里去 监视康熙的一举一动 特别是 内庭大臣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 今日日落以前 你必须打探出 康熙的生死消息 回来向我报告 小毛子一听 好嘛 这也太刺激了 坚持谍中谍呀 回到宫中 赶紧找皇上 皇上呢 你都不知道 奴才怎么知道 小毛子一听 坏了 皇上八成有了危险 正要急急忙忙去找 却迎面碰见了 孝庄 皇上呢 禀太皇太后 奴才也在找皇上 孝庄又质问魏东婷 辽急魏东婷 赶忙打起了掩护 大概在浴花园 你别胡说了 老子总刚从浴花园过来 魏东婷赶紧向孝庄请罪 说自己也找不到皇上 小毛子这下真急了 得赶紧找着皇上 不然可不得了啊 放下 什么不得了 说清楚皇上到底在哪儿 小毛子见情况紧急 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当着众人和皇后的面 直接接了老底 奴才估计 叫皇静引到棉院楼去了 赫舍离不由得一阵覆透 渣男 笑装也很失望 都快有皇子了 还到处乱跑 然后转头 就是一个宝鸡 你一个正宫皇后 你连皇上的心都拢不住啊 赫舍离委屈极了 换作是任何一个女人 丈夫孕妻出轨 婆婆不骂儿子 反倒说了你 拢不住人心 你什么感觉 一气之下 赫舍离直接动了胎气 做好了难产的准备 魏东婷气得直骂 小毛子没眼色 小毛子这才把实情 告诉魏东婷 说爷为爷 快去救皇上吧 皇静是个奸细 紫云姑娘是个吊儿 朱三胎子 今日就要害死皇上 抗袭真的危险了 魏东婷对着流行牢牢 就是一个大儿瓜子 丝毫不提自己 曾在这里失身的事 见保姆游游游游游 一个同样受过迫害的侍卫 直接捅死了一名吃足少女 魏东婷一个眼神 身后的侍卫直接上手 扛起保姆就往外走 而康熙此时正在组织 与紫云的线下见面会 独自近距离地唱响 她那优美的歌喉 我和你一样 我与迎风在流出几步 尽舍寒风吹动我同处 我说寒山别哭 我带你出 我请地球带你出 康熙如痴如醉地盯着紫云 仿佛能看透 她那本来就不多的一副一白 她让紫云坐到自己身前 牵起对方的手 眼中充满了无限温柔 真好看 情岛深处 一马将紫云揽入怀中 告诉了她自己的真实身份 皇上 你为什么不瞒下去呢 朕喜欢你 其实宫里也有许多美色 朕单单喜欢你 渣男康熙 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撩妹本色 几句话说的紫云心中一暖 可接着又是一寒 因为她还肩负着哥哥交代的任务 杀掉康熙 光复大名 那就去吧 紫云看了看酒杯 又看了看这个潇散的男人 他犹豫了 他动情了 他调换了为康熙准备的毒酒 见康熙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一狠心 仰起脖子 将毒酒一饮而尽 皇上 紫云想靠着皇上睡一会儿 说着便服贵在康熙身前 就在此时 魏东廷没敲门就冲了进来 皇上 奴才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事 他是朱三太子的妹妹 他是来害皇上的 胡说八道 康熙不懈地推了推紫云 却发现他早已鼻孔流血 中毒身亡了 康熙这才觉得后背一阵发麻 赶紧跟着魏东廷上车跑路 皇上 拿住他以后就地给我碎尸万段 小毛子 你这回又立立功了 小毛子一看康熙没事 赶紧把自己打探到的消息 告诉康熙 皇上 那个杨起龙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 他还封自个儿是广德皇帝 还有 那吴三桂 今日举兵反清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是妖言祸重 撞生事 康熙淡定自若 心生一计 小毛子 他杨起龙不是让你当蝶中蝶吗 那你就给咱们当蝶中蝶中蝶 你去给他报个信 就说 朕真的已经死了 宫中大乱 大臣们为了不波及天下 而密不发丧 为了增加信任度 康熙还向自己的贴身玉玺 给了小毛子 小毛子一边跪地领职 一边卸助龙恩 而康熙不知道的是 云南早已发生巨变 吴三桂已经在策划造反了 高拱转世的诸国志 正在要给转世成仁济安的哈赤塔 做最后的告别 你必须反经负命 而我必须以身殉职 送走了哈赤塔 诸国志回到府中 他告诉妻子 咱横竖都是一字 孩子 我已经安顿好了 你可别被吴三桂收留了 夫人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当场拿出白铃 自尽于悬梁之上 诸国志本打算次日送走孩子 却没想到 吴三桂已经把府邸没了 他没有了选择 独自持剑 走到两个孩子的床前 做了一个对于父亲来说 最残忍的选择 而吴三桂那边 他特意挑选了 二月二龙抬头 这个特殊的日子 重新穿上了战袍 面对诸国志满脸鲜血的质问 吴三桂当即下令 吴三桂终于反了 康熙又会做何反应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剧友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事业这里先行谢过了